清晨,波光淋淋的曹海里,放眼望去,全是月东的候鸟。 傍晚时分,和煦的阳光下,外出觅食归来的黑景鹤成群结队地在草滩上散步,为曹海师弟增添了生机与活力。 据了解,从11月1日开始,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景鹤就陆续飞抵曹海,开启了月东的生活。 第一批到达曹海的黑景鹤三只,到目前为止,来曹海月东的黑景鹤,七大夜洗地总共来了1800余只。 从10月下旬起,曹海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就开始为候鸟月东做准备工作。 每天除了监测候鸟的数量外,还要做好充分的物资保障。 每天早上在黑景鹤起飞之前,我们都要用高背望远镜做监测,然后起飞之后还要做一次登记。 今天我们前方这批黑景鹤是昨天到达的,经过这个高空滑翔,千里迢迢的这样迁徙的过程,它已经疲惫了,我们就给它准备了一点食物。 据了解,这些年,前来月东的候鸟越来越多,为了进一步保护曹海的生物多样性,曹海管委会多挫病举,加强湿地保护, 为候鸟月东打造更好、更安全的月东环境。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